GSE 中文梵文在燕 究竟是心還是錢? 你行得上台? 不要怯啊 怯你就輸了一輩子 各位DSC考生,加油! 之前被譽為死亡之卷的中文科開考 最特別是卷一甲步重設十二篇泛文 佔份卷三十分 泛文今次主要問到 孫子的勸殼、新氣質、青玉案原籍 以及會考人隨口都背的出師表 文言語逆就問到莊子的私療由 韓語的詩說 還有連鎖論雙魚列傳和陸國論 只需時間 比我平時的練習淺一點 不算太難 都很顯淺 不是很陰人的 很直接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 受於編泛文的作用不算很大 如果在後面做得好 可能已經拉到分 還有因為它可能佔overall 不是佔很多 有網民就說 今屆中文科是力尼最易 究竟是否真的呢? 它那個內容 比我們老師的想像中 沒有聞到那麼奇癖 沒有聞到那麼深入 你不可以說它淺了 應該說它那個要求你作答 它不是要求到你那麼精通 越報越讀理解佔70分 白話文是台灣作家 林黛曼的孤獨的理由 文言文是唐代理傲的命解 至於卷義寫作 有三條給大家選擇 第一條是從右舊地所見有感 第二條是以禁區為題寫篇文 第三條是譚知己譚的人 這位巴打選了第二條寫小巴司機 為何不讓你這麼久呢? 就是因為它不想被人抄牌 為何它不想被人抄牌呢? 就是想多賺錢回家 養妻活 有料到呀 開眾張sir說為安全起見 寫親情或者友情這一番 那就祝你好運啦